这俩兄弟认为 房子乃生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不如地下挖个房子 不仅活着能住 百年之后也能住 这才是烧香顺便看和尚 一举两得 哥俩扛着吃饭的家伙 先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 锁定位置后 两人直接化身人体挖掘机 几下就凿了个大坑出来 这个高度应该妥妥够用 真是纹身是闭眼 秀了我一脸啊 接着两人直接开始划线 豪华府邸不能太单一了 必须整点有特色的 首先床肯定得造得舒服 绝对不能影响晚上打扑克 四周也要打磨得平整 有着鬼斧神工的手艺就是好啊 直接省下四位数的RMB 把土都清理干净 先来初步室睡一下 想着自己大夜未成怎么能懈怠 接着哥哥大手一挥 两人拿起小铲子 继续往里面开发 拥有如此健硕的攻二投机 挖坑的速度果然快到看不清 没一会儿 一个门的形状就出来了 为了有层次感 哥哥还来了个大矿套小矿 一边挖还要一边清理土 这样才能不把自己活埋 里面的土质看起来有些硬 但是哥俩丝毫不慌 单身三十年的手速 这点小坑还能难倒他们 看着大小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深度 就跟外面来个平齐吧 弟弟要哥哥去外面清理土 谁知道刚蹲下 就洗了个灰尘浴 哥哥憋着一口怒气 正要教训一顿这个小崽子 迅速察觉到不对劲的弟弟 赶紧拿起小铲子跑到旁边 找了个地方开始挖坑 如果我小时候有这眼力见 说不定也能少挨几顿他 哥俩一人凿了一个圆洞 这是要用来干什么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弟弟这边这个圆坑 挖着挖着还出现了个弧度 不知道这是要通向哪里 哥哥也是很卖力 朝着一处奋力使劲 没过一会居然凿穿了 原来两人这是早有计划 想要挖个滑道啊 真是曹丕的老婆跟小牛拔河 真鸡拔牛啊 先溜出来试试 感觉还不错 就是姿势没调整好 待会再来偷懒玩一下 接着两人又对着墙壁一通比划 买不起柜子 就多弄几个储物矿吧 结果这一挖 两人还上头了 把所有墙壁都打上了长矿 这下是真不愁没地方放手机了 快速地收个尾 这一下又省了几千柜子钱 两人背着用了几十年的叶壶 去挖了点细腻的红土 一回到家 就赶紧兑上新鲜的水进行搅拌 不得不说这显色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磨起来有点废手 要怪就怪不该挖矿的时候上头 终于全部涂完 两人放下叶壶就跑了出去 不得不说 居然藏得这么深 非得挖他的几大块 再给他砸个粉碎 这看起来好像还有点解压 浇上水一搅拌 手感真是细腻 哥哥窝在个滑道里 抹得格外艰难 但是他也丝毫没有马虎 糊得平平整整 出来把台阶也给涂上 正好把所有水泥用完 接着两人又找了些竹片 打算把床铺的舒服一点 躺上一试 好像有点不够平整 加固一下应该差不多了 过了一会儿 两人拿了些树叶子回来 这是乐得打算砍树了吗 只见他们一通研磨 时不时地对点水 居然神奇地磨出了绿颜料 涂上墙看看效果 有了点颜色 看起来果然更加清爽了 不得不说 哥俩讲究是真讲究 等颜料干的时候 哥俩搬来了些木材 配合一波横向摆在顶上 确实露天睡觉不太安全 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铺上树叶填充空隙 盖上土进行掩藏 还得留个排气孔 不然就是坐着木墩吃西瓜 上下不透气 最后再来点枯叶 简直完美 要不是我看着他们挖的 真不知道下头有个房子 不想跑来跑去打水 两兄弟找来了些竹片 打个架子固定好夜户 然后来到河边 只要摆好竹子 水就可以直接到家了 真是老太太爬楼梯 不服不行啊 看着花花的水流 哥俩开心地洗了把脸 这么多天建房子的疲惫感 瞬间一扫而光 先来美滋滋地烤个鱼 为了能快点吃上饭 两人的小嘴跟个鼓风机一样不停地吹 看着焦苏的表皮 弟弟迫不及待地拿了起来 先狠狠地给鼻子过了个饮 放在树叶上后 两人根本来不及交流 直接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 吃完最后一口 泳池里的水也差不多了 先点个蜡烛营造点气氛 看起来就温馨了许多 果然在情调这块 哥俩就从来没输过 迫不及待地坐进泳池 先搓一搓身上的污垢 真是舒服啊 以后再也不愁没地方练技术了 凭着哥俩这体力 以后拿个奥运自由泳冠军 那不就跟完事的 把水给停掉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觉了 先养足精神 明天继续再战 不知道大火想不想要 这样一个地下小屋呢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